主套的茶葉一定是相同的 那在這個地方 很明確看到棉門的一個素豬的精神 就是 在同樣的器皿搭配 以及茶葉樣的品質是一致 同樣條件不像 那差異性最大的就是在於 不同的主套者 他們所詮釋出來的茶當 那在於 大家都 都了解了 棉門的中山師傅 他推展的是平手 這個人生工廠 那在這個部分呢 結合茶道的部分 很明顯可以把我們的精神組 以及我們人的這種器材 去做一個調整 那結合在茶道用具方面 那很明確的 我們會先喝到 在不同的主套者 手全式的茶道 其實也就把他們精神的素養 以及 這個茶道的特色 能夠互相結合 達到一種最圓滿的狀態 那這是我今天參加 好 特定選 選用的 這個 塵沙茶器 所做的 乳豬泥 或者是 讓我們看到 將來透過人的心靈的計畫 再加上 氣跟茶器的結合 我相信未來 在茶藝文化當中 這個區塊 是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將來 希望你們 在這個部分 能夠 培養更多的 未來的 在茶藝文化 裡面 這一個區塊 有更多人 在茶藝文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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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謝謝